现在我来解说一下飘湖钞票 那在我们这个喜从天降里面的这个道具呢 我们有另外附了一张钞票还有一个垫片 那练习的时候呢是我们给同学是垫片 那你平常表演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垫片你就是用硬币 正常来讲应该是用硬币 5块钱10块钱都可以 5块钱或10块钱 因为我们是给同学练习所以是给他垫片 那你这个喜从天降交完之后呢 他就结束了这个单元就结束了 另外有一张钞票呢 我们是要拿来做飘湖钞票 那就是一开始呢就是先给观众看一下 确认了钞票没有问题 然后呢把它呢这个对折起来 像这样子对折起来 那你对折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不是会开开的 有些人是没有叉啊 他一样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后面再把它折一些起来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这样折一些起来 先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 两只手的大拇指 接下来慢慢的放开 放开 表示呢没有线 而且钞票不会倒下来 正常来讲他应该会倒下来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好 接下来 最后呢 白直的 然后给观众看 确认了没有什么问题 机关都没有 可以检查 好 那他重点就是他有需要一个硬币 你这个硬币呢 一开始呢 要先藏在手上 好 然后给观众检查钞票 检查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把这个 这个硬币呢 想办法把它放在这个钞票的后面 好 钞票的后面 好 然后呢 再把它呢 折起来 好 反正你就是不能让观众发现呢 你把这个硬币放进去里面就对了 好 接下来就像我刚刚讲的 好 你可以 等一下 放这边 好 就是呢 把硬币呢 放进去这里面 然后呢 好 像我刚刚讲的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后面折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就是你要抓那个平衡点 好 你自己要感觉那个平衡在哪里 好 然后呢 觉得OK不会倒的时候呢 再把另外一只手放掉 好 那他因为有这个硬币的关系呢 有重量的关系 所以他就不会倒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这个钞票你要移动 你要这样稍微移动一下 但是你移动要小心 好 不然他会 不小心他会掉下去 好 要稍微这样往前往后这样移动一下 好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好 等一下会讲解 那你现在表演完之后 对不对 表演完之后呢 垂直 好 然后让硬币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呢 好 给观众检查 那 为什么要做这个移动的部分呢 就是因为呢 因为呢 如果你在你的手上呢 手上黏雙面胶 黏胶带 黏雙面胶就对了 它是不是一样不会倒下来 如果你黏胶带 它也是一样 你看 钞票不会倒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移动的这个动作呢 是为了证明呢 我们的手上是没有黏胶带 是没有黏雙面胶的 好 如果你没有移动 观众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里黏个雙面胶 就可以表演了 所以我们这样移动呢 是为了证明呢 手上没有胶带 好 没有雙面胶 那你表演完之后呢 给观众检查 这个硬币处理掉之后呢 手也是可以给观众检查 没有问题 好 这个就是钞票飘舞 有点赞票 你会因为责票 责票 不赞票 没有赞票